邵議員詠達質詢 取得絕對的權利對這個國家到底好不好 這有很簡單的答案 那就是民進黨取得完全執政的權利以後 台灣人的生活有沒有變得更繁榮 有沒有變得更公平 所以今天我講的主題就是 終結府會一世兩制 就是要終結市政府跟市議會 在文官體制的一世兩制 那文官體制就是有公保資格 有正式考試的公務人員 議會有五種職員工 我今天講的只講其中一種 就是正式的公務人員 在講這個議題之前 我藉這個機會 要來對陳局市長 表示感謝跟佩服 這是台灣人留給民進黨的歷史機會 讓中央跟地方完全由民進黨來執政 那陳局市長呢 用一輩子的青春 奉獻給了台灣的民主運動 也用他 市長卓越的領導力 讓民進黨在議會過半 取得這個歷史性的機會 我在這裡講議會改革 很多議員的同仁 很多議會的職員工 在這裡上班上了一輩子的 都嚇了一跳 比如說我們的陳順利秘書長 幾乎一輩子都奉獻給了議會 我在講這議會改革的時候 他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聽過這些東西 不只 不只是高雄 我跟各位報告 即使是全台灣 這種機會 在其他縣市 有出現過嗎 其實也沒有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 所以我們如果掌握 這個歷史機會 高雄 將有機會 成為台灣議會改革的火車頭 那以前 台灣議會的火車頭是誰 就是台北市 但是因為台灣六都十六縣 議會幾乎從來沒有人在管 所以即使台北市 水準也不怎麼樣 我舉一個事件 幾乎也是台灣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 上個月 4月11號 一個高雄市議員 到高雄地檢署 居然凍結了台北市議會的家禽會 什麼叫做凍結呢 台北市議會的家禽會 在去年就已經通過了 預算通過了 在今年一月份呢 台北市開臨時會的時候 也在發家禽會 只因為4月11號 我去告吳碧駐議長 他們就宣布 台北市家禽會從 現在開始不會再編列 也不會再發放 這是高雄市議員去凍結 台北市議會的預算 你們可以想像嗎 這個就是歷史機會 歷史機會要去把握 歷史機會 所以如果不去把握 就稍縱即逝 那以前跟現在的議會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以前的議會 包括現在很多縣市的議會 譬如說台南市的 那個就是買票啊 新北市議會 那個也是買票啊 為什麼他買票 買誰 新北市買了一個台聯的 台南市買了好幾個民進黨的議員 買票文化呢 就會扭曲議會的組織結構 議會的組織結構呢 照常理來講 應該是這樣啊 就是66席議員 這是合議制的啊 但是買票文化差別是什麼呢 買票文化 比如說2014年12月25號 如果有議員拿了人家的錢 拿了議長的錢 投給他 那就表示什麼 那就表示買斷 買斷呢 所以議長呢 就可以過半當選 議長過半當選 叫什麼呢 議長股權過半 議長在議會股權過半 議會還需要合議制嗎 不用合議制 就是議長 就變成什麼 議長呢 就變成是首長制 議長是首長制合理嗎 不合理 但是不合理的現象呢 上一屆的議會 也有類似這種現象 就是議長可以把市長當作小孩子在罵 那就是首長制啊 市長是首長是什麼原因 市長是278萬市民授權給他來當市長 議長沒有經過市民的授權 議長是間接選舉的 是66席議員選出來 所以議會的最高權力機構在哪裡 在這裡 叫做院會啦 66席議員 才是議會的最高權力結構 所以呢 終結首長制 走向合議制 這是我的主張 也是因為議會要去做的變革 那變革呢 一定要動兩樣 有兩樣東西不動呢 那等於是在講假的 第一個叫什麼呢 第一個是這一本 叫做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 如果沒有動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 明明是合議制的組織 再用首長制的組織 而這本預算書 你們不要看 這叫做高雄市議會預算書 寫出來 高雄市議會的預算書 寫出來你們相信嗎 就是首長制的組織啊 欸 等一下 抱歉 這是 這高雄市議會的組織就是寫這樣 首長制的組織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題 一事兩制呢 就是這個組織呢 在過去買票文化之下 有27名的檢證官 92名職員高達27名的檢證官 合不合理呢 我告訴各位 沒什麼合不合理的 買票違法 花自己錢都在買的 預算編很多 文官用很多 花納稅人的錢 通通都是合法的 不會去做嗎 那才怪 那我們如果是用的組織 用的法案 還是過去的 那就是標示什麼呢 那就是標示 人民把權力交給民進黨 民進黨沒有實際 從事組織跟預算的改革 那這個組織是怎麼來的呢 在民國99年的時候 就已經確立了這個組織 是由當時的高雄市議會秘書長 許蓉勝 跟當時的高雄縣議會秘書長 陳順利 在原高雄市議會開記者會 對外宣布 目前的組織結構 那我們總共經歷了三位秘書長 還有一位是吳修陽秘書長 他在2002年的時候 隨著朱安雄議長進來 那朱安雄議長匯選好了 他經過十年 從高雄市的刑警 變成了高雄市的秘書長 市議會的秘書長 檢任十四職等退休 檢任十四職等多大 大家知道嗎 高雄市政府目前坐在這裡的官員 文官有檢任十四職等的 來舉手一下 檢任十四職等有幾個 舉手一下沒有嗎 這裡沒有這裡一個 楊明州局長 你檢任十四職 所以從頭到尾只有幾個 整個高雄市 兩百 兩萬多名 職員工 只有一個 檢任十四職等 而我們的兩位秘書長 徐龍勝、吳修陽 都是檢任十四職等退休 高雄市議會 在康域成議長的領導之下 其實近一年已經做了很大的變革 而這些變革在過去都沒有發生過 尤其第一條 第一條是終結議會地方配合款 如果沒有陳局市長 帶領議會衝過半 以他個人卓越的領導力 過去即使是陳定南縣長 蘇貞昌縣長 賴清德市長 要終結議員地方配合款 那議會早就變了 所以陳局市長 我認為這是偉大的成就 這個叫什麼 這叫地方政治寧靜革命 我當議員 2006年當議員 地方配合款一年兩百萬 2010年 議員地方配合款 一年一千兩百萬 2014年 民進黨議會拼過半 我的地方配合款變成多少 變成零 那議員可以建議 建議給市政府要做什麼 還是可以建議 那譬如說我去年建議了兩個案 給那個換訓議局長 都是講小學的 兩個案 都沒有過 都沒有過 都沒有過呢 我一點都不怪換訓議局長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那兩個案在寫什麼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議員 反正你拜託 我就幫你做 上來給我 我就拿給你 那兩案到底合不合理 為什麼我都沒有找你 你知道嗎 合不合理我都不知道 我怎麼找你 另外呢 還有完成了兩項成就 我覺得對市府的行政效率 有絕對的提升 就是去年審查預算 我們是六都最快的 我相信各位局所長 應該感謝康議長 就是當康育成當議長以後 行政效率 不管審法案審預算 都比以前有效率 另外呢 就是我們是六都裡面 自己刪除議會的預算 八千七百萬 那因為以前的問題實在太多 雖然你做了很多創舉 還有很多值得改進的 所以接下來我就講 值得改進的部分 先請我們那個 秘書處長 站起來 陳處長在嗎 來 陳處長 我在講這個呢 很多媒體記者都在問我 高雄市議會的職員工 真的會比東京都還多嗎 我講的職員工 是只有公保跟勞保的職員工 臨時工那些不算 我們的職員工 一百六十四個 東京的只有一百五十五個 橫濱的只有五十四人 正來講的 這些這數字對不對 請處長回答 回答對不對就好 不用講其他的 謝謝議長謝謝議員 報告議員 這個是我們根據議員的需求 然後我們跟東京都的官網去做查詢的 那最新的數據是一百五十二位 那因為上次您詢問的時候是三月 那我們最新的數據是一百五十二位 你請坐 最新是一百五十二位 但是我沒更正 東京有一千三百五十四萬人口 一百五十二位議會職員 我們兩百七十八萬的人口 有一百六十四位議會職員 這是我們的編制 那我們到底可不可以做到類似東京這樣 或橫濱只有五十幾位 我們可不可以做到呢 以實務上當然是可以 你根本組織都不用改 如果高雄市議會馬上職員工 從一百六十四人降到一百人 議會有辦法運作嗎 當然可以 議會是什麼 議會就是議員開會的地方 這個地方的重點就是在開會 那一年開幾次會呢 一年公家機關上兩百五十天 我們議會呢 只會開會開幾天呢 開一百四十天 主會開臨時會一次十天 最多開八次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我們開會是一百四十天 公家機關上班是兩百五十天 在上班的時候呢 議員主要的任務呢 是監督市政 議員主要是要跟市政府要資料 不管是法規的預算的 所以答案都在市政府那裡 市政府呢 也派了議會聯絡員 七十四名進駐議會 來協助議員問責 而這些人呢 大部分都有高考及格 學歷專業其實都很不錯 有七十四位 目前都是在議會裡面服務 而這七十四位 當議會閉會以後他們去哪裡呢 他們又回市政府去上班 這一百四十天結束以後 他們又要回市政府去上班 那所以議會的職員 我們蒙心自問 如果一百四十天開完會以後呢 議員自己都不進來議會了 議會實際的工作是什麼 你實際的工作可能很少很少 這就是什麼呢 這就是工作量呢 如果是在議會跟在市政府上班 你會差很遠很遠 那這是六都目前 有工保跟勞保的職員工人數 高雄市人是一百六十四人 台北市一百四十七人 其他都是都沒有超過百位 其他台中市是一百零二人 有工保跟勞保六都的情形 那就是目前高雄市議會 從一百年合併以來 離退員工的狀況 跟補禁員工的狀況 我們的駐衛景 三十七位 退了兩位 也補了兩位 有一位在抗議長陣內 打差的就是還沒補 駐衛景的狀況上次已經報告過 然後呢 職工呢 有六位離退 目前還沒補 今天的重點呢 在講哪裡呢 講文官體制 這九十二位職員 這九十二位職員的結構是這樣 有二十七位檢任官 三十九位建任 二十六位是委任 檢任官呢 他的平均年薪啊 一百七十一萬 委任一百零六萬 建任一百零六萬 委任七十八萬 駐衛景多少呢 駐衛景也是七十八萬 我們的駐衛景大概是比照委任的 那這個結構合不合理的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過 我們實際的工作天數 一百四十天 因為議會是議員開會的地方 而我所屬的選區 是林雅新興千金 來請張乃謙局長站起來一下 民政局張乃謙局長 我提供這數字 林雅區公所有九十八位職員 只有一個檢任官 新興區公所五十七位職員 沒有檢任官 千金區公所四十三位職員 沒有檢任官 這個對嗎 請局長回答 簡單回答 謝謝議員 對 那我經常出去看 很多我們的區長 禮拜六禮拜天 都有在 都跟我們議員一樣一起跑通 如果一年工作兩百五十天 那些區長一年 或者是區公所的職員 一年實際工作到底多少天 基本上像區長的工作 隨時有事情 他們就會隨時出動 所以絕對是超過兩百五十天 是 好 來你請坐 這個只因為機關別的不同 只因為機關別的不同 同樣都是公務人員 在高雄市行程一事兩制 工作的天數 市政府的最少兩百五十天 議會的只要一百四十天 同樣都是公務人員 區公所的九十八位職員工 才一個檢任官 我們九十二位職員工 二十七位檢任官 編制不合理 造成我們的現象是什麼呢 人多事少福利好 位高權重責任輕了 而可能大家會覺得 這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這個簡單答案叫做什麼 這個是中央訂的編制 編制不合理 這個是要修改法律 這我們地方沒有辦法 地方真的沒有辦法嗎 那我給大家看 編制的最上限呢 福本部呢 即使市政府福本部呢 才百分之二十五的檢任官 那市議會呢 可以高達百分之三十 我們沒有辦法嗎 我們當然有辦法 譬如說台北市呢 他的比例跟我們一樣是百分之三十 他有八十六位職員 他只有幾個檢任官 二十一位 所以他有沒有用滿呢 他只用了百分之二十四 我們呢 通通都把他用滿 我們用到百分之二十九點三 九十二位職員 我們就二十七名檢任官 那現在有一個現象 明明呢 一百年縣市合併以來 到現在 縣市合併以來 光離職的人 光秘書長就換了兩個人 很多主任也退休了 很多專門委員也退休了 光退休了就退休了一大堆 你一直留二十五個 補了十四個 換句話說呢 建任委任很多都沒人補 有一種官一定馬上有人補 就是什麼官呢 就是 錢多四少福利好 位高權重責任輕的檢任官 你一退休馬上就有人擠進來 我也曾經看過 高雄市議會的議會聯絡員 以前啦 上一屆 不跟市政府 直接跟議會 一跟議會以後呢 馬上從九指等 跳到現在幾指等 跳到十一指等 短短的幾年就跳到十一指等 為什麼 因為這裡的專門委員就是 十之十一 啊 所以什麼 這裡的權力結構就是這樣 跟著市政府 忙得要時 關那麼小 來議會 輕輕鬆鬆 坐在這裡等著升官 這就是不合理的體制 所以 我來講 我的主張是什麼 就是 從今年度 開始在編預算的時候 一百零六年度 議會職員的預算員額呢 因從九十二人 直接呢 在這本書呢 要調降至八十一人 第二呢 是議會檢任官呢 出缺呢 暫時不補 你一把他補進來 這些檢任官可以當一輩子 退休還有退休金 你要做什麼都來不及 這是短期的措施 長期呢 我有兩個提案 第一呢 就是修改呢 議會的組織自治條例 我們要把議會運作公開化 預算有編列審查跟執行 市政府負責編列跟執行 議會負責審查 但是議會的預算呢 自古以來呢 都是三不管地帶 市政府不方便管 高雄市審計處 從來不看議會的預算 只看市政府的預算 議員自己人呢 掩護自己人 然後議會的預算呢 從不對外報告 我主張呢 議會運作 從此要公開透明 秘書長呢 應於定期開會的 定期會開會時呢 應就主管業務提出報告 相關業務主管 因列審備許 這是修改 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 第27條第二項 另外一條呢 就是 議會組織人力精檢 這是組織自治條例 第32條第三項 正列 為落實人力精檢 本會因每年檢討呢 行政人員編制表 逐步控管縮減職員工總數 助會僅則採出缺不補之方式辦理 以上呢 是我對議會改革的主張 那因為今天是市政總質詢 我直接進入下一個議題 520呢 蔡英文總統就職 我長期的主張就是 落實高雄 經濟正義 而高雄是地方政府 要講經濟正義呢 要自助 要人助 所以我主張呢 既然中央地方同一個黨 應該中央地方一起努力 高雄財政收支平衡有解 那我講 財政收支平衡有解 我是學理工科的 我等一下會 用數據 用公式 算給大家看 高雄真的 如果中央支持我們 我們真的有人力做到財政收支平衡 那中央呢 要支持我們一定是大象 小的部分呢 只有十幾二十億 高雄是自己就可以努力的 高雄的財政狀況 絕對比大家想像中的好 那支持的兩個大象呢 以我當了十年議員 我的研究 第一呢 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中夕呢 北高不公平 勞建堡呢 在馬英九總統的時代呢 補助台北市好幾百億 那他用的參數是什麼呢 用的參數呢 是戶籍地做參數 那對台北市有利 那對高雄只補助一點點 高雄呢 如果要主張公平就好 南北要平衡 我學理工科的 參數是可以改的 你為什麼一定是要負基地 你也可以是人口啊 高雄人口比台北多 也可以是什麼 也可以是土地面積啊 人口土地面積列入參數裡面呢 讓高雄市的勞建堡呢 基欠中央的勞建堡 可以不用還 我們只要跟台北一樣就好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第二呢 大的建設呢 很多是市政府無人為力的 也不是陳菊市長呢 可以一手主導 其實高雄市 花最多錢的建設是什麼呢 是捷運 紅局兩條捷運線 從蘇南城時代 經過吳敦義 經過謝長廷市長 一直到陳菊市長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在驗收階段了 這兩條捷運花多少錢 你們知道嗎 兩千多億 這不是市政府獨立的裁員 可以解決 市政府一年的預算才多少 一千兩百多億 那因為是牽扯到中央的部分 我就不在這裡講 等一下請市長回答一下 如何向中央爭取這種比較大的建設經費 落實南北的平衡 我接下來講了 就是高雄財政平衡有解 平衡有解 剛剛我講的那兩樣 我跟各位保證 只要中央支持我們 我們有人力 自己救自己的財政 這一本呢 是我五年前在這裡推薦給大家看的書 叫做呢 《經濟學的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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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兩個作者 一個是朱敬一 一個林全 這兩個作者的命運呢 也決定了2016年 總統大選跟立委大選的命運 朱敬一呢 他的學術界的地位呢 一直比林全好 他是國民黨的學者 但是在國民黨內 一直不受重用 用他做看板 叫他去做什麼 叫他去做那個什麼 什麼國科衛主委 他明明是經濟學者 做國科衛主委 林全是什麼呢 林全在陳水扁時代 就當過主席處長 做過財政部長 也主導了台灣在2006年 2007年中央政府 財政收支平衡 那目前呢 就當行政院院長 換句話說呢 兩個政黨 對實際有人力 操守好的學者 你用的程度 你重視的程度 你就會決定 這兩個政黨的命運 這個故事呢 在哪裡有呢 在1894年 也有發生同樣的故事 李鴻章問 當時的日本代表伊藤伯文 為什麼大清帝國打輸日本 他說很簡單啊 我現在跟你講答案 請問你李鴻章回去 你能做什麼 還是跟滿清那些官員報告而已啊 你是漢人 別人不會重視你 我是什麼 我跟你一樣到歐美去學習 你的成績還比我好 結果回來以後 我是協助明治天皇 主導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 按李鴻章是什麼 你們那個叫做什麼 百日維新 我講這故事呢 101年的時候呢 議會要求市政府呢 做什麼 人力精簡 要達到百分之十的目標 102年的時候呢 議會要求市政府呢 每年舉債呢 要少十億以上 這是議會不知道怎麼做嗎 議會統統知道怎麼做 只是言以利益市政府寬以待己 造成目前的議會預算呢 全國最多 用的人呢 比東京還多 那市政府在議會的嚴格督促之下呢 從102年到105年 真的少用了一千多人 精簡的百分之十一 那也在議會的監督之下呢 每一年的舉債呢 逐年下降 從一百年的一百六十五億 一直到今年的七十四億左右 逐年下降 那我們的稅初規模呢 也是逐年三減 從一千三百四十九億呢 三到現在只有一千兩百一十一億 所以議會監督市政府 我覺得那兩個決議做得很好 而我覺得市政府也做得很好 這是輔會良性互動的結果 那我剛剛有提 就是財政收支平衡有解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目前六都的舉債破表年限 我這本書呢 是我經濟學的聖經 我用這本書的講的理論呢 來跟大家講 就是經濟學的新誓言 看財政呢 其實很簡單 解決財政問題呢 其實也很簡單 只有四個字而已 叫做開圓截流 看政府的財政呢 主要是看兩個紅字 一個叫做存量 一個叫做流量 存量呢 就是大家講的債務餘額 那高雄市呢 目前確實是全國最高 兩千四百八十億 但是大家只停留在存量 從來不看流量 我們這兩千四百八十億 我剛剛跟大家報告過 其實主要是用在哪裡 用光那兩條紅橘兩線捲印 就要花多少 花兩千多億 然後為什麼 台中市 台南市 桃園市 它這個舉債那麼少 這個道理也很簡單 它以前的舉債規模 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直轄市 再過來的 他們根本沒有捷運 不需要做那些建設 而這些捷運 是從蘇南城時代 就開始在規劃 所以我們存量多 債務越高 這是事實 但是我們的什麼也多呢? 我們的資產也多啊 因為你是舉債去做建設 那些捷運 鐵路 實際都可以換算成金錢 那也是資產也多 所以任何公司呢 不會只看存量 它是會說看什麼呢? 資產負債 你有這個負債沒有錯 你也有相對的資產 另外看債務狀況嚴不嚴重 是還要看一個叫做流量 目前剛剛跟各位報告過 如果我們從一百六十四億 現在控制到七十四億的流量 每年七十四億的流量 所以有人會講說 八年內高雄市會向苗栗破產 他講的意思是什麼? 他講的應該正確的用語是 我們現在的狀況如果都不變 現在狀況如果都不變 那高雄市呢 在八年內有可能舉債破表 那這個數字是什麼算呢? 你把四百九十 目前的舉債空間四百九十億 除以你每一年的流量七十四億 除起來就六十六年 就接近七 七再加上今年就是八年 他數字是這樣 聽起來呢 是很聳動 但是你把六度攤開來看 八年喔 八年好像很長啊 有兩個馬上就要掛掉了 一個叫什麼呢? 一個叫新北市 一個叫台中市 他如果用你這種公式算法 什麼 什麼剩餘空間除以流量 那新北市是三點三 就四年加一 這五年掛掉 台中市呢 是三年加一 幾年掛掉 四年就掛掉了 這兩個 很快就掛掉 所以 目前財務狀況最好 持平而論 以我的看法 台北市最好 台北市呢 他沒有舉債破表的問題 他舉債空間還有兩千多億 沒有舉債破表的問題 但是你注意去看喔 他的存量有沒有 他存量一千九百多億 換句話說呢 高雄市政府 確實是因為 當時候只有高雄市跟台北市 是兩個直轄市 舉債的規模空間不一樣 才會高過其他縣市 你看台北市財務狀況最好 也高達一千九百二十七億 也都比其他些 其他這些 城市高 那 回過頭來就是流量怎麼控制呢 我們有沒有辦法告訴別人 陳菊市長 包括下一任市長 下下任市長 都沒有舉債破表的問題 我認為是做得到的 陳菊市長還有三年的任期 下屆下下屆加起來 十一年沒有舉債破表的問題 做得到嗎 當然做得到 因為我剛剛講的 這七十四是表示什麼 七十四是表示所有條件都不變 市政府也不做任何改善 也不加稅什麼通通都不加 所以 但是我們有沒有改善呢 其實我們去年就改善了 去年我曾經 講地價稅 講落實高雄經濟正義 然後主張呢 高雄市呢 應該合理調高公告地價 那我算出來答案呢 公告限值呢 是 跟公告地價的關係 所以我們公告地價要成長35% 要成長35% 後來呢 陳經德市長當主張委員 把它設定到32.52 其實兩個答案也差不多了 32.52 所以我在這裡呢 也特別感謝陳經德副市長的努力 32.52高雄市可以增加多少稅收呢 我剛剛跟各位看那個表 高雄市 今年刪除預算7億 去年是零 在前一年高雄市最大的政治風暴是57億 那是最大的政治風暴 你知道這個公告地價高雄市增加多少稅收嗎 來 財政局 檢局長麻煩你站起來一下 請局長回答 提高32.5% 高雄市一年 一年 這是預算報告 可以在地價稅這個部分呢 可以增加17.5億 換句話說 這一本報告書裡面呢 寫的只有99.5億 但是你今年實際可以收到117億 這數字對不對 對嘛 然後我再請教你 公告地價三年調一次 所以三年調一次呢 你今年多17.5億 你三年內呢 可以因為你調高公告地價 多52.5億 這對不對 對嘛 兩個都是正確的 所以你調高公告地價 其實只會增加誰的負擔 上次我跟各位報告過 這是增加大地主跟建商的負擔 大部分市民家裡的公告地價 像我家只有八百塊 調高30%只有多兩百塊 跟一般人沒有太大影響 是這樣嗎 大部分的大地主佔的比例雖然很少 但是他稅額增加 佔的總額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少數人在講嘛 所以也不會影響到正常 所以調高公告地價 這是一個應該是正確的做法 應該是這樣 這個全國都這樣做 對 所以公告地價隨著公告限制 來 來成長 我有一個提案 你是財政 你有參加那個財政委員會嗎 我有一個提案是這樣 自己的財政自己就 請逐年調高公告地價 調高公告地價的比重要調高多少 將公告地價與公告限制 維持一定比例關係 我只有寫維持一定比例關係 沒有像剛剛那樣說 你就是要百分之三十五 我在總質詢的時候 是講百分之三十五 部門質詢也講百分之三十五 但是呢 書面提案呢 怕在議會呢 不會通過 怕被杯葛 因為有人有意見 所以我就想這樣 維持一定比例關係 你覺得這 講得合不合理 這個 這提案 合理喔 講沒關係啦 你是怕什麼 我問你合不合理啊 自己的財政自己就 逐步調高公告地價 所以這樣合不合理 原則上是合理 原則上合理嘛 我也沒講要調高多少 只是說 一塊土地有叫公告地價 有叫公告限制 應該維持一定的關係嘛 合理嘛 講沒關係啦 我說原則上合理 實際上還要精算過 沒有叫你精算 我只說維持一定關係 也沒說要調多少 應該也合理嘛 合理啊 合理嘛 那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你把林權的書念完了 解決財政問題 只有四個字 叫什麼 開圓截流 跟市長報告 我這個提案 在議會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 高雄市議會去年 只有兩個案子沒有通過 一個是簡幻中提的 叫做截流 就是公教人員的刪解慰問金 應該刪除 後來這個案子沒有通過 另外一個就是本人提的 好 就是逐步調高公告地價 也沒有通過 市長也沒有通過 所以高雄市去年 唯一沒有通過的兩案 一個叫做開圓 一個叫做截流 你都講合理 我問你在財政委員會 當委員 議員有意見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我講話 你有沒有說合理 因為議員的提案 我們都尊重 我的你就不尊重 我尊重你們議員的結議 你們議會要不要通過 我當然都尊重 你覺得這個應不應該通過 你個人 因為這個案子 是你們審自己的案子 我問你個人 我問你的是專業問題 你覺得這樣的文字 應不應該通過 我沒有想要提高多少 只是叫你維持一定的關係而已 你覺得應不應該通過 我當時在委員會 也是尊重你們議會的決議 我知道你尊重 我說你有沒有替我講話 替這個案子講話 這個可以增加四五歲 五十二億的案子 你不用講幾句 事實上主席也沒有問我意見 所以你就保持沉默 沒有問我怎麼說 好 你請坐 我講自己的財政自己救 不是叫你坐在旁邊看 是要你積極 如果對高雄是財政有幫助的 合理的你就要去做 不是坐在旁邊看 所以呢 我認為 只要中央公平對待高雄 高雄有能力解決自己的財政問題 不是空洞的政治語言 這是可以精算的數字 我們的禁舉在呢 七十四億 換句話說呢 這個叫做流量 存量不要再增加 流量獲得控制 把七十四億壓低 越壓低越好 壓低到比如說只有三十億 做得到嗎 高雄市長還有兩次機會 今年呢 這本呢 地價稅呢 多收了十七點五億 我跟各位報告 在陳菊市長 2018年卸任之前 他還可以再調一次 2017年呢 是調高房屋稅積跟稅率 有兩次的機會 可以去調高 讓高雄市呢 淨舉債呢 可以壓低 讓高雄市呢 十年之內 絕對都不會有舉債破表的餘率 以上是我提的主張 請那個陳菊市長綜合回答 我今天講的議會改革 跟高雄財政的議題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我們蕭議員 議會的改革 或者是整體台灣政治的改革 基本上 這是我們一生的努力的目標 當然改革都是非常重要 那到底首長 到底議會過去的議長 是不是買票 這個當然 我們台灣人民台灣社會 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是我保證現在的議長 是絕對沒有買票 這個 那我也要說明的就是說 現在明天在立法院 大概會有一個未來議長副議長的一個選舉 應該記名投票 明天立法院是要修改 在議會制度 地方自治華 這個部分是要修改 那我覺得這個就每一個人 每一個政黨 都用最負責任的態度 記名投票 我認為我個人是非常的支持 這樣沒有模糊的空間 也沒有 就每個人都記名投票 我支持 我不支持 那我認為買票 是一個最不可原諒的行為 我認為企圖用金錢決定選舉的結果 不管是在若干議會有買票 那或者在選舉的過程 或者在任何的一個參與選舉的過程 任何的買票 買票的行為都是令人不齒 這是違反一個公平的原則 所以我對買票的行為深痛誤解 深痛誤解 那另外我會覺得說 蕭苑提出很多的改革 那我都很遺憾 雖然你以前從來沒有提出來 但是你現在提出來 我還是覺得說 開始並不完 那我也期待說 未來高雄市等等 那我們盡量朝著進步 的方向不斷的改革 改革的空間 改革的環境等等 有些時候 是軟著陸 比較緩慢 有些時候 大概沒有辦法那麼快 但是我會覺得說 這樣的改革的方向 我們都非常支持 那另外有關於財政的問題 那許立民習副市長要答覆你 謝謝 請徐副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蕭議員 那對於財政的部分 蕭議員這一個非常全面性的看法 坦白講令我佩服 而且看問題看得很透徹 那 的確回到開源節流上面來講 其實 有很多財政的工具 包含對中央的 這個公債法 統籌分配的辦法 那勞健保的部分 這些都我們要持續要去處理 那對於我們回到自己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 這幾年從縣市而併 舉債一百六十幾億到去年 舉債七十幾億 其實也有同樣很多種方法 包含這一個平均利潔基金的土地重劃的方式 低價稅 這個當然也是其中的一個手段 沒有錯 那我們原則上會支持 這個低價稅要合理反應 比較貼近市場這樣的一個原則 長期來努力 但是也要回過頭來 這個政策工具 其實它在執行的時候 並不是只有我們在帳面上 增加這些數字 我們同樣也會面臨到 當地價稅調高 足盡率跟著往上調的時候 我們的招商 事實上它的成本也會提高 也就是說 這一個稅率的提高 不是只有我們在帳面上 看到我們可以多收多少錢 它有可能在其他方面 也會造成好或者是不好的影響 而且這些部分都必須要在評估的 過程裡面 這個綜合去做一個評估 但是我想 這一個蕭議員所提的 這一個稅率去貼近市場 這件事情原則上我們是支持的 謝謝蕭議員 好 謝謝許副市長 我在這裡也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我最近提議會改革 那你以前為什麼從來都不提 議會改革是一個歷史機會 議會轉型正義 它出現的時機 是一定是在什麼 是在政黨輪替的時間 你以前沒有那個實力 以前民進黨的總召 自己都是議長跑票的人 在當總召 你怎麼去提議會改革 所以呢 轉型是要有實力 議會轉型就像什麼 議會轉型正義 就像女人在生小孩 它要有時機點 並不是你隨時想生小孩 就可以生小孩 你要先懷孕 要先經過陣痛 那現在大家會陣痛 但是陣痛完以後 新的議會就會誕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蕭議員的質詢 休息十分鐘 謝謝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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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蕭議員